冷藏车 电货运输车 疫苗药品疫苗运输车等 冷藏车非独立制冷机组 使用及保养注意事项 一 夏季晚间行车后 请及时清洗冷凝器 外机制冷散热器 必要时需使用空调赤片清洗剂进行清洗 二季怠速制冷 停车制冷时 必须保持发动机转速 大约1300转 闪气德龙车系1000转 淡速制冷对冷机的危害是致命的 三 冷藏车改装 扇系大灯是万不可趋的 扇系大灯在你享受亮度的同时 会耗费大量的电能 与制冷机同时使用 不光会影响制冷机制冷效果及损害制冷机 同时更有烧毁发电机的可能 四 同时使用驾驶时空调时 请专业人士评估 您原车发电机的容量 不要凭经验认为不亏电 否则会给你带来很大的麻烦 五 压缩机的支架 螺栓 制冷机管路 线速激发电机皮带 请做好日常检查 尖利的笑叫声来源于皮带打滑 并非压缩机损坏 六 严谨装卸或时开启制冷机 提前关门预冷才是正确的选择 炎热的剩下 运输未被预冷的水果蔬菜时 用冷水喷淋冷凝器辅助散热 还是很有必要的 七 冷机维修 行业补法大量伪专家 冷机出现问题 最好先咨询您的设备生产商 在生产商提供的帮助指导下 维修您的设备才有可能彻底 经济 逊急地解决您的问题